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 犹如一幅壮美的画卷 有一群被称为龙之传人的先民 在这片富饶神奇的土地上生生不息 他们创造的文化瑰宝在滚滚历史长河中闪烁 历史上有一页被后人称作春秋 那是一个人类需要圣人而诞生圣人的伟大时代 有一部只有五千眼的旷世奇数 让当时人们十分看重的财富 权力和荣耀都黯然失色 因为他给那段混乱的时期带去了安静 给辛劳的先民们带去了安眠 快走啊 慢点 急什么急 看大正人呢 看大正人 听村里老头说 最近仔细功来 有圣人教授 一辈子难进一次 辈子迁在南方了 那真到了 儿子远 你那听过来 听乱 年请 大正人 你不懂 你不懂 我 一人 你说的大圣人长啥样啊 听说生下来就是白色团梅 白色头发 那不成小老头了吗 出来了 挣大眼睛了 挣大眼睛了 圣人不是白眉白发吗 怎么是透明的呀 哎呀 瞎说 这是鱼鬼 导弹鬼快出来 再不出来可要罚你抄字了 娘 我在这儿呢 你不是说圣人才一岁吗 怎么说话这么流利呀 还会爬树 我咋知道啊 我今天可算开眼了 火针价值圣人啊 各位相亲见笑了 他话说的挺流利 但可不会爬树啊 你们看 今天真没白来 这样的聪慧真是难得 难见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吃 这娃娃 村里的学究可教不了它 来人 我的监工 我的监工 警告陛下 您还有一百分走折没批语 还知道了 警告陛下 您还有二百分走折没修改 警告陛下 您还有 出去 怎么少了一只 哎呀 辛苦商榮先生 作折可否批改好了 回禀陛下 作折批改完成 老臣还有几句话说 又来了 又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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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稟稟 愛愛愛愛… 陛下 先生还有事情吗 老臣听闻最近民间传言 在楚国苦县屈臣里降下祥瑞 此起东来 有大圣人诞生 望陛下安准 让老臣去寻圣人 带其长城守他做徒弟 将来报效国家 陛下笑什么 没什么 准了先生早去早回 最好是赢回来 谢陛下安准 大贤人叫什么呀 他叫李尔 哦 李尔啊 李尔以后就拜托你 张荣先生一起为寡人 陛下 老臣告退了 对了 陛下 千万别亡物丧志 这老头果然厉害 居然把寡人派出去的监工给 呃 哎呀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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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